中央在六都设置儿童疫苗的大型接种站 其中台中科博馆上午8点半开打 已经大排长龙了 有人带着小孩甚至是从新北市来接种 而多个非六都的县市却传出 原定近日要播补的疫苗数量被砍 像是云林本来预定要有5600G要到货 临时通知剩下2300G 嘉义市更惨了 原定3号播补的6100G儿童BNT疫苗 也被告知先不给 气得当地民众大骂 难道他们是二等公民吗 台中科博馆开设儿童BNT疫苗大型施打站 8点半开打一早就大排长龙 有人5点多带椅子来排 天气热手上的疫苗接种同意书成了扇子猛山 有人从新北市来 随打随到的那种诊所 然后也是碰壁排了 结果是白排这样子 超坡者要崩溃了 为了一剂疫苗家长抢到快崩溃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六都设置儿童疫苗大型接种站 像是台中一天有3600剂 五天可以打18000剂 结果似乎压缩了被六都的疫苗播补量 云林县首先发难 本来预定5600剂到货 临时通知剩2300剂 儿童BNT疫苗被告知先不给 就对我小孩也要煮一下疫苗 这样对我小孩不太好 疫苗不够了还不花下来 还要变换变来变进 南投演示预计5月30要拨3000剂 也被暂缓预计下周就会断货 当地民众实在无奈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 如果地方政府有需求 我相信我们各地都有立法委员 帮忙争取台中开设儿童BNT快打战的立法院副院长 蔡其昌说各地都有立法委员 有需要可以跟中央要 但显然儿童BNT疫苗各地都在要 怎么分配成了难题 记者中部众报道